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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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介绍一下小军的妈妈王爱萍 我特别想问一下吕妈妈 平时见不到儿子其实肯定是特别想他 但是看到他练习这么辛苦 你最想对小军说什么 反正平时都蛮想的吧 想的时候又不敢跟他打电话 又还依照他的训练 所以说我们都打电话打的也蛮少 连打电话都很少打 怕影响他 怕影响他的训练 小军平时小的时候他就特别有力气吗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特别的天赋 小军小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家庭很贫困 我们种地种的蛮多 那个黄豆 然后一手炉都是四五千斤的 四五千斤 四五千斤的我就说呢 那个袋子装可能装一百七八十斤 一个袋子一百七八十斤 我就说 我就跟他的爸娘抬上去 他说不用抬 他说哪个人 抱上去吧 就像抱教练那样抱上去 他说你抱着动吗 他说我抱着动 那会他多大 我在洛克时候还是在武汉训练 那会还没有来到北京 来到国家队训练 初一初二的时候 那会一个人就抱一百七八十斤的粮食袋子 一下子就扛上去了 不过现在对于小军来说 根本就不在话下了 他的奥运会最后一个抓取的成绩 最后一个杠铃是二百零四公斤 我没说错吧 二百零四公斤 阿姨 刚才小军说他小子帮你干农活 他会干农活吗 他会干 会干 他会干什么呀 会挖土 开火垃圾 哦 这还都有技术含量的农活 爸去田里 各小麦 各棉花 都摘过 什么都干 那是妈妈的好帮手 什么都干 他是不是跟您最亲啊 家里 应该是跟妈妈最亲 我爸最亲 跟你爸最亲 他不给妈妈面子了 你看看 就喜欢他爸 那为什么呀 我要问问原因了 为什么 他小时候蛮调皮 我把他管得蛮严 管得非常严 调皮正常管得严也正常 能有多严啊 他说我爸就老护着我嘛 对不对 哦 这不是的 他的爸爸唱红脸 我就唱黑脸了